讓我講一個笑話給大家聽 上個星期我打算洗完化妝掃 化妝掃乾淨淨的跟大家分享 誰知拍片之前我發現我要化妝 所以化妝掃又髒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化妝掃 很多時候拍完化妝片 大家都會問我正在用化妝掃資料 所以我打算偷懶 今天又一次過回答大家 平時我喜歡用什麼 最常用什麼化妝工具 正所以說 聽起來很古老吧 但其實也有它的道理 當然用手都可以化完整個臉的妝 但如果你選擇化妝工具的話 妝容看起來會更精緻 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一些我平時很常用 很喜歡用沒有它不行的化妝工具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如果你也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按個訂閱和旁邊的小鈴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了 好 我們由底妝的化妝工具開始 我的化妝習慣十次有九次都是用粉底液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會用這類型美妝蛋上妝 濕了水的美妝蛋 他們妝效會透薄一些 光澤感強一些 但在遮瑕度會低一些 我平時想快靚正 就會用乾的美妝蛋上完遮瑕膏和粉底液 就算了 因為我懶惰 第二就是如果濕完水 上完粉底 你放的位置不夠乾爽 他們很容易發霉 所以除非那天想底妝很精緻 然後有時間慢慢堆疊遮瑕度 不然我都不會謬然去把它們濕碎 而我手上這三顆 其實他們各有各優點 Beauty Blender可以說是美妝蛋的始造 這一顆跟了我很多年 大家看到海綿都有歲月的痕跡 其實它的表現算是不過不實 當然以前來說它是很神奇 但很多後起之輩都做得很好 所以它現在的性格比不高 而且我都發霉了很多顆 這一顆我是很努力去保存 才可以的情況比較不錯 這款Real Techniques可以說是性格比之算 價錢不貴 但表現很平均 你會看到海綿密度很高 彈性也很好 上粉底不會上到一塊一塊 新手也很容易去用 但我最喜歡的是這顆Juno 你會發現它有點絨毛面 所以它不會吃粉底 而且上完妝會更加有光澤感 其實我也有粉底掃 但因為我習慣上遮瑕膏 如果用粉底掃 很容易扯走遮瑕膏 所以我比較少用這一類型 多數都是會用這些美妝蛋 然後最多人問就是這兩支碎粉掃 大家對它們都很好奇 變身的這支本來不是碎粉掃 是Georgio Armani的濕粉掃 它是我買過最貴的化妝掃 我想沒有十年都有八年了 想當年我買Georgio Armani的粉底 BA說一定要配這個濕粉掃 妝效才會漂亮 怎料回家試上 那些掃痕是很厲害的 嚇死我 我就想四百多元買了這個 怎麼算呢 心都很痛 怎料後來我發現它上碎粉在眼底 是完美的 所以這十年八載我都非常喜歡用它 把碎粉壓在遮瑕膏上面 是會比較持久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溶妝的 但是臉的碎粉 我就不想那麼死實 所以我就會用一些大型的波波掃 這一支其實買了很多年 我也不知道哪裡買得回 所以就不介紹它了 而另一支一樣都是那麼鬆軟 質地更加好的 就是sephora的91號掃 我平時都是薄薄的一層的蜜粉就夠了 因為蜜粉對我來說是不需要遮瑕到 純粹是定之前的粉底液 所以我有多薄就想幾薄 因為乾肌如果想太厚 怕有些裂痕、乾紋出現就不好 所以這一類型的掃就適合了 我會選一些非常鬆軟 而且你看到那些蜜粉是好像煙一樣散出來 它不會很死實壓上去的 你一直畫是好像一些羽毛 在臉上經過很滑的 一點都不會刺臉的 那就OK的了 接著到打鼻影 我近年都是用這一支 它是SIGMA的E38 你看到掃頭一壓是變成一個線形的 它的大小剛剛好有眉頭 掃下去鼻頭 再修飾鼻液位的 雖然它本身應該是一個眼影掃 但是對我來說 它是最完美的鼻影掃 這幾年我都是這樣畫 不需要照鏡 我都可以畫到一個自然的鼻影 而面的陰影 我就會用Real Techniques的斜角掃 這個是中尺寸 其實還有一個大一點的 不過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因為太少用 通常我都是用這個小的 比較精準一點 如果太大 輪廓有機會不夠精緻 會一眼一睫 然後掃到不知道去哪裡 特別是你掃額頭的時候 這個小是剛剛好 如果太大 你會半個額頭都是陰影 會變成印堂發黑 所以我通常都是用這個 比較小的 就完全你會看到 剛剛好掃著整塊面 一個陰影縮進去 眼影掃我必備 就是這五支 牌子就不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它們的質地 眼影打底 我通常都要比較闊 其實它是雜蜜牌 我看它的毛 又不會太鬆軟 又不會太實 是乾好的 所以打底色就不會太實 但又不會虛無飄渺 這個大家自己拿捏一下 然後主要眼影色 我就會選一個比較紮實的掃 這支眼影掃 由我18歲第一次化妝 跟到我現在 所以一支漂亮的化妝掃 應該是可以用到一輩子 我想它不是什麼牌子 因為是小時候一個依依送給我的 但到現在它也是很有彈性 我喜歡用主色的眼影掃 一定要有彈性 不可以太大 亦不可以太鬆散 因為它們要配合眼影之餘 又有顯色度 但眼影不會周圍走 是準確地放在你想放的位置 所以大家去選的時候 都可以選這一類型 比較纖維一點 不是動物毛的眼影掃 要有彈性 比較紮實一點 但又不可以太短 因為如果太短 就會變成另一支眼影掃 短得來紮實就會是這一支 用來混合眼線的掃 這一支是Sigma E20 這麼多眼影掃 是沒有辦法取締的 只選一支的話 我一定會選它 因為它真的做到眼線混合得很自然 然後下眼線的三角位 畫圓很有神 很有心碎感 暫時未找到其他掃 可以取締這支的功效 所以我是超級無的推薦 超級喜歡這一支 然後畫珠光打亮 我會用這類型 是圓頭的眼影筆 這一款我沒有要求 只要不刺眼 我就可以了 然後我會用這一類型 比較鬆散一點的掃 如果畫圓眼影 界線感太重 不自然的話 我就會用一個乾淨的 鬆散一點的掃 然後在界線上 散開它 就會有一個比較漂亮的漸層出來 然後上胭脂 我近年只用Sigma 這支F10 其實後面這裏 全部都用來上胭脂 但是我大部份時間 都是用這支Sigma的F10 因為它的範圍是剛剛好 想打橫又可以 然後打斜又可以 所以真的很方便 而且它的毛質也不會刺肉 這麼多年來 它都沒有脫毛 然後... 哇... 它也是顯色度剛剛好 不會突然間很容易 拿粉 拿到劈紅色 也不會拿極無色 所以我自己對它的表現都很滿意 然後我會用這兩款 線型的話 就會是上C字位 因為光澤感會很漂亮 很自然 也不會顯毛孔 但是呢 因為我沒有鼻樑 所以如果掃在鼻 它經常會走位 就不精準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是用這個 尖頭這些掃 用來畫鼻樑的highlight 它都可以做到面 或者是C字位 但是呢 光澤感是沒有線 這麼強烈的 對 那自己就可以試試買這一款 也沒有什麼特別牌子的推介 因為都是雜物牌 而且這個是 Wed and Wild 都是比較便宜 但我覺得其實 其他線型掃的表現都差不多 希望影片不要太長了 我還想說少少少牌子方面 今天不會說專櫃的掃 因為大家應該都是想性價比的 那我就會著重在Miltonista Morphe Sigma 和Souliva 這四個牌子 都是上網外國比較 輕和中價位一點的化妝掃 如果以質素來說 和我自己喜愛的程度 就一定是Sigma 因為我用了它們這麼多的掃 和這麼多年 都不會說跌鍋的 它們的質地 一樣都是裸粉的程度 之後它們的毛質 都沒有變差 沒有脫毛 沒有脫色的 所以也不會刺激 是我這麼久以來 最喜歡的一個牌子 它們大約是$100至$300左右 看你是大嫂還是小的化妝嫂 而且它們通常都一年有幾次折扣 所以有陣子 以前我看到是會有免運費 但可能一年一、兩次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多點去留意 如果你想買化妝掃 是新手的話 都很推薦 然後到Morphe 其實它是會再比剛才Sigma 便宜一點 但是我近鏡給大家看看 因為毛白色 用後面的黑背景 比較容易看 你會看到很差 毛一開始還是很圓的 但是用了幾年 洗了很多次之後 它就這樣 塗出來 是不好用的 而且它的毛質 好像我漂完髮的頭髮 變了草 所以慢慢地 我就淘汰了 我所有Morphe的掃 然後SOEVA的掃 我是有的 但是我找不到 因為實在太少用了 它們的毛質很滑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是拿不到粉 而且掃上臉是不平均的 它們的外觀是很漂亮的 很多時候都是玫瑰金 然後粉色 但是呢 我真的覺得 不特別貴 不過質素 就一般一般 然後到最後 就是Real Techniques 它們的掃 我也有很多支 不錯的 以它們的性價比來說 算是高的 但是如果你想專業一點 或者想妝精緻一點的話 就不是每一支掃都做得到 很多時候 它們出的掃 大小很尷尬 好像這個 很漂亮 很鬆 但是大小 不知道做什麼好 可能它們的目標是歐美市場 所以掃到亞洲人面孔 有些是不太適合 或者我還沒到家 不知道怎樣用它們 不過它們的質素其實不差 如果你的預算不高 真的可以買Real Techniques的掃 但是呢 你就要精準一點去買 對來用 你有真的用得到的掃 不要貪便宜 什麼都買回來 最後就好像我這樣買了一支 完全不知我來做什麼的掃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我最常用的化妝掃 和化妝工具 希望解答到你們平時看化妝片 對我的化妝掃的疑問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和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就是三點 以及星期日就是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